日前于天的女婿陈健 经传遭到警方逮捕 因为她担任车手头水防 消息传出后让不少人震惊 于天更痛批 此生罪恨诈骗集团 直呼女儿价格很不值得 对此就有消息传出 其实于怨起生前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就扛着病体拼命赚钱 为了就是让女儿有好生活可以过 没想到如今可能遭到牵连外 陈健还疑似向于天讨要千万教养费 引发议论 据ET Today报道 于天的二女儿于怨起 出道多年靠着坚强又大气 说话风趣的形象 受到很多人喜爱 尤其她离癌后 坚持乐观积极抗癌 也勉励了不少病友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正能量女神 而她即便离癌 还是跟老公陈健结婚 更生下一双儿女 被不少医生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 奇迹也鼓励很多人 只是她后来生儿子的时候 因为担心检查跟相关治疗对孩子的影响 稍微休息了一下 结果被医生发现身体状况不好 癌症居然复发 后续虽然积极抗癌 但是最后人不敌病魔 据悉 于怨起为了孩子 有传出留下三千万 一千万遗产 希望老公好好照顾女儿 然而陈健却爆出帮诈骗集团做事 甚至谎称自己是于天 也就是前立委的助理 让于天家人得之后全都气炸 除了于天坦言 女儿离世后 他跟女婿就嫌少联络 先前女婿也常常晚归 家人也为此婆友为此 只是现在传出 陈健狮子大开口 说为了孩子就学的问题 要跟于天讨要四千万元 让于天气炸 知名媒体人迪志伟 就在节目上说 其实早在二年前 于怨起过世的时候 他就曾在灵堂的休息室 听到李亚平跟于天抱怨陈健的状况 包括对方不赚钱 一直跟于怨起要钱 抱怨多到可以写成一本书 只是当时李亚平疑似想要给女婿一点颜面 告诉狄志伟听听就好 不要传出去 没想到如今演变成这个局面 让人不声唏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